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新疆雅剧 我是亚兰 上次我们和大家谈到 朝鲜王朝和明朝有非常密切的往来 当明朝在的时候 朝鲜的国王王室成员 他们的服饰都是大明赏赐的 当大明亡了之后 就没有人在赏赐他们服装了 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就把之前赐给他们的服装进行一些改制 继续穿着 到了朝鲜高宗的时候 清朝在甲午战争当中战败 所以朝鲜王朝就不再是清朝的藩属国了 后来朝鲜王朝的国王高宗 就把朝鲜改为大韩帝国 原来作为明朝的藩属国 朝鲜的王室成员穿的服装等级 都是低于明朝一个等级 比如说明朝皇帝穿12张免服 那朝鲜国王就穿9张免服 而且之前明朝皇帝穿的都是黄色龙袍 他们的龙袍一般都是蓝色的或者是红色的 但是后来从清朝脱离出来之后 他们也开始穿黄色的龙袍 而民间的服饰也有一些改变 比如说现在韩国的古装剧当中 我们经常会看到黑历 这原本是源自于中国的大帽 而这种大帽是明朝学习了元代的服装制度 然后一直流传了下来 元代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大帽 比如说这是元末汪世贤家族当中出土的大帽 这是元文宗戴着大帽的画像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帽 它是比较低矮的 而且它是圆顶的 帽子的顶部有顶珠这些装饰 而且帽子的两侧有垂珠 但是它这个垂珠比较短 明朝建立初期 它其实延续了元代的大帽 保留了帽顶的装饰 以及帽子两侧的这些帽珠 在明太祖高皇帝实录里面就记载了 按照官员的不同等级 使用不同的帽顶和帽珠的装饰 比如那里面说到 一品二品的帽顶帽珠用玉 三品到五品帽顶用金 帽珠除玉以外随便所用 六品到九品帽顶用银 帽珠用玛瑙水晶香木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这种大帽在当时非常流行 后来就有大臣请奏 说认为这些元代的服饰 它们属于胡服 那么我们作为汉人 应该禁止这种服饰 希望朝廷明令禁止 这个建议得到了明英宗的批准 所以到明代中期以后 这个帽顶上的一些装饰 比如说像一些羽毛 还有就是像一些帽珠 就逐渐从明代男子的帽子体系当中消失了 就仅仅剩下两条带子 细在下巴底下 这是我们看到明代的唐伯虎 戴着大帽的画像 后来大帽也有了不同的形态 而且在使用上也比较随意 比如说这是三材图绘当中对大帽的记载 这是明初的尖顶大帽 这是明初鲁王墓里边出头的大帽 当时在朝鲜王朝 其实他们的王室和宫廷的官员 服饰上基本上都是和中国 明朝宫廷的样式是一样的 但是当明朝废除了大帽 帽顶和帽珠之后 朝鲜半岛却保留了下来 后来在朝鲜半岛他们的帽珠就越来越长 甚至垂到胸前 大帽在朝鲜半岛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之后 就变成了现在的这种黑历 成为很多韩服的标志 后来他们又有了韩服的概念 因为朝鲜王朝当时从清朝脱离出来之后 就更加重视本国的传统文化 他们将传统的韩服进行了改良 为了更适合于日常生活所用 韩服就正式的成为礼服化 尤其是在1988年韩国汉城奥运会 汉城也就是现在的首尔 那时候还没有改名叫做汉城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运动员 都来到韩国的汉城来参加奥运会 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文化 这就让韩国人更加的意识到 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那么所以说在汉城奥运会代表团前面 他们的礼仪小姐穿的都是传统的韩服 而且韩国国民对自己的传统文化 有了非常保护的观念 现在韩服已经在国际上 成为韩国的传统服饰 但是因为跟汉服非常像 所以经常惹起很多的争议 对于这些传统服饰 韩国人一直很重视 他们在人生重要的时刻 都会穿着传统的韩服 比如说在成人礼 在婚礼上 他们都会穿着传统的服饰 而韩流服饰 在世界上现在也在引领了一些服饰潮流 现在的传统元素并没有过时 如今也加入了一些新的生命力 比如说像著名的服装品牌香奈儿 他们就采用了传统的韩服元素 设计了一系列香奈儿的时尚服饰 所以在那次韩国百年服饰展览当中 我也看到从朝鲜王朝到近现代 韩国服饰的百年变迁 同时我也非常感慨 中国的文化在别国得到 很好的传承和发扬 其实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近些年也在逐渐回归 我们也能看到很多设计师 所设计出来的中国传统的汉服 而且将中国传统汉服的元素 融入现在的服饰当中 中国风的服饰 在逐渐走向世界的舞台 传承无以复古 道通引领未来 在传统的背后 其实蕴含着我们曾经来自于哪里 并且摒持着这种传统的观念 可以照亮我们将去往何处 好了 今天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关于中国的文化还有哪些 我们下次和您接着分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